人的一生就像是個過程 你年輕時像個強壯的超人特工照顧全家 過了大半輩子 你可能也需要被照顧 當面對不可逆的老化過程 是否曾想過自己的高年級新旅程 將如何度過呢 或許長照2.0 可以讓長者們有個安心的老年生活 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 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用到長照服務 但是當家中長者出現失智、失能 以及衰弱狀況 或是家人長時間照顧長輩 被壓得喘不過氣時 長照服務體系就可以發揮作用 那家中有高年級特工 該怎麼開始申請長照服務呢 在進入龐大的長期照顧體系前 首先撥打1966這支長照服務專線 電話會轉接到各縣市照管中心 這裡的照顧管理專員 是高年級特工隊們的好夥伴 他們會評估高年級生活所需的照顧服務 依據高年級特工的特性提供客製化、個人化的服務 像是第一類特工摔落老人 屬於65歲以上的老人們 特質包含提不起勁、提重減輕 或是下肢活動緩慢無力 長照2.0的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劃 是以社區為基礎、用活動做連結 讓長者特工們走入社區跟人群互動 使生活更加快樂、有活力 再來第二類特工 失能者 如因年老而逐漸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長輩 55歲以上失能的原住民 不分年齡的失能身心障礙者 例如行動不便、需要協助吃飯、上廁所、洗澡、停地走動 和穿脫衣褲鞋襪等等 照顧管理專員會協助評估需求 連結各項服務 例如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 居家護理、居家復健 最後還有第三類特工失智者 針對有失智症狀的長者 提供專門的失智症照顧服務 包含居家、社區 以及24小時機構住宿式照顧 更連結社區網絡共同照顧 來降低因為記憶衰退 認知功能逐漸喪失 對特工也乃門日常生活的影響 此外 長照2.0也體貼高年級特工的照顧者家人 提供喘息服務、照顧技巧指導 情緒支持服務等等 減精照顧者的身心負荷 幫助家庭走穩照顧長度 長照2.0是你我的Hold2B 連結多元的服務網絡 陪伴高年級特工 預防或延緩失能、失智 促進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除了高年級特工們 還有不分年齡的失能身心障礙者 以及55歲以上的失能原住民 都可以申請喔 長照2.0 我們照顧您 相關長照諮詢緊播1966 長照服務專線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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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